嗨,跟各位分享一下齁,這一支是那個 濾霸,應該大家都蠻熟悉的 顏色也蠻乾淨的,整個身上都很乾淨 那這一支也即將被一位挖友拿回去收藏了 那我現在跟各位分享的就是我現在經常用的水草飼養的方式 那剛剛我已經有整理過了 雖然它沒有排便,但是我會把盒子 盒子在裡面大概都聞一下,它還是有尿稍微 所以我剛剛已經有整理過了 那這一支霸王,我在三天前已經餵死過了 已經餵死過了 但是呢,我還是會去試它 試它,大概也沒有想要吃東西的意願 那各位重點來了,我還是不會餵死它 各位一定要記住一點,包吻腳踏它的消耗系統並沒有那麼好 所以不用認為它想吃東西,你就要餵死它 我還是會建議七到十天餵死一次 那它如果有排便的話 不管是霸王還是其他的藍莓腳踏或中腳 除了非洲牛蛙,非洲牛蛙它是幾個鐘頭就可以消化的蛙類不一樣 都等到它們排完便之後的隔日再餵死就好了 OK 那剛剛我有清理完嘛 那清理完我跟各位解釋一下 這裡面的水 有一少少的部分 它是致癌水 致癌水 那我還是會建議大家用飲用水 或者是礦泉水 去把這裡用保濕一點 那它大概這種四兩盒的高度的水分 我都會放在這個水槽 大概不會高過於水槽 就大概這樣子而已 那完之後 因為我自己本身有去 去購買這種 這種藥水 這種藥水 跟各位分享一下 在清外也可以使用 這個是抗菌的 這是抗菌的 那我會把它稀釋在這一瓶裡面 各位看一下 這是噴灑氣 那我都會噴 幫它挖身上也可以噴 我這裡面除了抗菌的之外 還有那個消化菌的藥水 所以噢 這裡就可以保持 比較 沒有細菌啊 跟那個寄生蟲 會執政的疑慮 當然不是說 噴完這個之後 就都不用整理噢 OK 好 我剛剛有提過 我還 不管挖它有沒有吃完東西 我還是會逗它一下 尤其是霸王 它雖然它現在還是想要吃東西 但是我還是不會會死 也是一樣不會會死 這隻大概6.5公分 也將近快7公分左右了 這是霸王腳挖 跟各位分享一下